不是因为我写得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温花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来这里 金沙江畔的云南省 迪庆藏族自治州 德青县奔子兰镇 海拔仅两千米 环境一人 昔日茶马古道上的往来商客 在此停住休整 而今天 它成为了无数国内外游人 前往著名景点 梅里雪山路上的落脚点 法国旅行者艾斯戴拉 曾是其中一员 早在1991年 艾斯戴拉第一次游览云南时 就被这片神奇美丽的土地迷住 2011年再次来到这里 它在奔子兰嗅到了故乡的味道 矮矮雪山 像极了它从小居住的阿尔卑斯山区 奔子兰干热河谷的植被与风物 让她想起了童年假期时的天堂 普罗旺似的祖母家 她租下小楼改造成民宿 决定留在奔子兰 艾斯戴拉是一名建筑师 她亲手让早已被废弃的民居重生 除了水电等设施的改造 她花费大量精力和心思 保留旧窄原始元素 大到土地的隔墙 小到角落里一处不起眼的装饰 在艾斯戴拉看来 这些都属于老屋的灵魂 而在花园中 她则种上了薰衣草 橄榄树等 充满法国南部气息的植物 经过数月努力 艾斯戴拉将昔日的民居 打造成了一座民宿 她的身份也从奔子兰的 一位普通客人 变成了接待 南来北往客人的一家之主 夏天鲜花盛开 德卿又迎来了旅游旺季 艾斯戴拉也开始忙着迎接 远道而来的客人 一大早 她来到奔子兰正中心的菜市场 艾斯戴拉已学会用简单的中文 与当地老乡沟通 当地民众也对这样一个出现在 中国大山深处里的法国女士 习以为常 买到最新鲜的当地食材 配上她从花园里现彩的香草 艾斯戴拉便在厨房忙活了起来 十年来 她坚持为每一名入住的游客 精心烹制一周法式晚餐 给他们一份中西混搭的独特体验 在艾斯戴拉看来 不同文化的相容 本就是属于奔子兰 属于云南的气质之一 当她初来驾到时 当地的各族民众 像对待家里的孩子一样 对待当时已经五十多岁的她 如果说与法国南部相似的风情 给了她旅居奔子兰的冲动 那么这份热情与接纳 则更坚定了她留在这里的决心 艾斯戴拉的到来 也给奔子兰原本就多元包容的文化 添加了多一重的色彩 她经常给予身边乡亲们 关于手作工艺品的建议 一个藏式布包的配色 一块藏坦的花样拼切 她希望自己能贡献一些 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审美观念 让更多来自大都市的游客 更喜爱这些手工艺纪念品 为奔子兰旅游经济的发展 尽一份绵薄之力 这也是她对这片土地的感恩与回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